各位好 我們掘凱行銷要來介紹這一款 警示燈 警示燈 這一款警示燈 這一款警示燈呢 他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他就是遙控型的 遙控型的 各位 這個我們都有附帶一個 膠條 你可以黏在這裡 我們這一款他是 防水型的 而且防曬 防水效果非常好 你洗車什麼時候 這個都不用拔下來的 你這個旁邊這裡有洞 你家裡如果有那種小螺絲的話 就可以你拿來鎖住你自己 要的地方 如果你的地方是塑膠的 那個板子 鎖起來很好 如果你要用這個的話 你就把它黏在這上面 把它黏住 這個就是他的收發的天線 遙控的天線 你要記得 你黏這個的話 如果你在你黏的那個地方 就要用酒晶片 把它擦拭乾淨 不要有油漬 這樣子的話 它黏起來效果會好 我們這個黏的時候 你不能是這樣的方向 這樣方向 因為他太陽就照射不到 因為他這個是斜的 這個是斜的 各位記得 這個是斜的 各位 記得 這個斜的 他太陽照射 他才能夠吸收 這是很好的面板吸收 他的 電池是很大的 你如果如果 這個照射 三四個鐘頭 太陽照射的話 他就可以用十來天的 用十來天 照射一次 幾乎是 都不會有斷電的 這個是震動型的 包括 晚上 你有 夜燈不夠 然後你有震動 他才會亮 就你白天你有震動 可是天 亮 他根本就不會 有那個 那他這個有附帶一個所謂的遙控器 各位可以遙控器的時候 他有分 平 開關 開始 關 頻率 就是 他的 變那個速度啦 他變頻的頻率 要 要擠 就是速度快跟慢 這個是他的 要的模式 我們現在可以跟他打開來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 因為我們這裡燈光會比較暗 比較亮 來 把他按一下 我來看一下 他這個是所謂遙控型的 遙控型的 遙控型的 他這個效果 是 來講的話 我們這裡要有個東西來擋住 這樣子的話 他 他才會有有有效果 我們把燈光關掉 各位有看到了 他現在有亮了 各位有亮 這個是他的閃爍的頻率 閃爍的頻率 你要什麼樣的模式 你可以自己調 我要亮兩個燈 什麼樣的頻率 這頻率就是他閃的速度 各位有看到 有沒有 暴閃 三次 三次 四次 全亮 閃一下閃一下 他也可以全部 暴閃 這個都可以的 然後模式 各位可以看一下 你要選定的什麼模式 黃色 藍色 有沒有 紅色 你也可以 都可以用什麼樣的模式來 比如說你看 我要幾個燈的 我要全部的燈的 這個都可以的 這晚上的時候 是非常亮的 這晚上的時候 這是非常亮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燈光是很亮的 這一款是非常好用的 遙控型的 遙控型的 18燈的 遙控型 各位可以注意 因為 這個買回去以後 你可以自己 裝在你自己 車子後面 這個長度來講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要15公分左右的長 14.5 14.5左右的長 如果加爾的話 就15公分 這個 14.5公分的長度 各位 他晚上 你車子不動 他也不會閃 白天車子有動 燈光太強 他就不會閃 晚上就是要有 燈光暗 車子有震動 他就會閃 那也有這個兩個條件 那如果只是一個條件之下的話 他是不會動作動的 遙控型的 遙控 那你如果 在 上車之前或者是你騎機車之前 你就可以 把他遙控你想要的東西 要給他用什麼方式 這個是 遙控型的 警示燈 警示條 介紹給各位 絕鎧 行銷 代理的 希望各位會喜歡 各位會員